哈囉我是PS 歡迎來到今天的粉辣 對那在改完小娜那台無三母嘛 那當然回來就繼續改我自己的車了 那我在上次論文文那一集啊 我不是有跟大家講說 我的後煞車皮剛好用完了對不對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SEA這組煞車皮啊 大概是我從前車回來吧 就一直用到現在 所以這組煞車皮的狀況可以說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而且我後來才想到 我竟然用這組煞車皮去跑地保賽車場 難怪我一直覺得說 欸車子怎麼好像停不太下來的感覺 對那在上次啊 我已經把我的後輪的煞車皮都換好了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我要不要把前輪的煞車皮順便換掉這樣 因為想說都已經去一趟零件行了嘛 但是我後來想想就覺得不對 因為我之後是有機會要改前輪的煞車嘛 那個時候有說要想要改 TDMI的那一顆小對6 對就是我的前輪 對那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上次在買框的時候 不是有去Steven那邊拿嗎 那我在拿框的時候啊 我就跟他借了一組他的那個小對6 來試試看 但是我後來發現啊 因為他這顆框 他這個螺絲 就是這一圈錨釘 他的螺絲比較長 所以他好像會有一點卡到 對 煩 但是如果要讓他不卡到的話 那我就必須要在裡面再裝個Space 把整個輪圈再電出來一點 但是 現在輪已經這麼爆了 再電出來我怕真的會變推土機 而且那個真的我怕到時候 前後都中葉子板 人家以為在SEI有改大角度什麼的 對所以啊 在小對6那一顆卡鉗的計畫 就 目前也算是有點無限期推延了啦 不然我說真的 我是滿想上那一顆的 但是我後來其實有想到一點 就是因為像SEI這種輕易的車身 去配到那種小對6啊 我很怕就會變得跟我之前的14一樣 就煞車離島太強很難開這樣 但是但是但是我的前輪的卡鉗 就我目前這樣子看下來啊 全世界的人都覺得 SEI的前煞車很爛 因為他原廠那個好像是AD18 那邊我也忘記了 我會把它打開字幕啦 那在這個底盤上面啊 如果要改煞車 就是稍微稍微強化一點煞車啦 最快的方法就是用 Zentra 341吧 還是180 其實我有點忘了 對他們的卡鉗 他們的卡鉗好像是AD22吧 後面還有英文字母 但是一樣我也忘了 對總之我會打寫字幕 那那一部卡鉗簡單來說 活塞就是比較大顆 然後碟盤的話 就可以直接用到286的碟盤 那原廠這個碟盤有多小 等一下猜一下 給你們看就知道了 而且重點是 那一顆卡鉗上去之後 完全閃過我的CR01 沒錯那那一顆卡鉗 嘿 就在這裡啦 就是它 看起來很像垃圾箱 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是垃圾沒錯 哈哈 有沒有這邊 有一個22V 那等一下把它拿下來啊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卡鉗 差在哪裡這樣子 好 那這一組 會到我手上就有 另外一個故事 哎唷 差點被金屬油 打到我的車身 對那這一組 其實是 陳愛咪拿來給我的 對 它在我這邊寄生了這麼久 終於有點貢獻 總之它那邊好像就有一台 我真的忘記是341還是180 的殺肉車 然後那個時候它在整理的時候 我就有問他說 欸那你幫我留一下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其中就有包含這組卡鉗這樣子 那我原本其實是沒想那麼多啦 因為就想說卡鉗嘛 那可能就是原廠碟盤 然後原廠煞車皮 然後回來可能需要整理這樣 但是拿來之後我發現 嘿嘿 它這邊已經有 改裝的煞車皮了 然後它的碟盤 對 好像也已經都是改過的了 哈哈 雖然說是有點吃勾啦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還好 反正先裝上去吃吃看再說了 而且而且而且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這組不用錢 完全符合我的預算 所以我才想說啊 在上那組TDMI的小六之前啊 我就先來試試看這一組 假如說這一組不夠的話 那之後再想辦法 因為反正不用錢 喔對然後知道的人可能會說啊 如果那組不能裝的話 你也可以裝那組 Smitomo那一顆 對4 也就是R32 GTR上面那一顆嘛 也就是我R34吧 R34前輪那一顆 我帶它看一下好了 對 對就是 就是這一顆 大家等我一下 就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他們那一顆 Nissan的Smitomo 他們做的那一顆對式 那這一顆其實就已經很好用了 但是嘛 那個時候Steven有跟我講說 這一顆卡鉗 其實它的大小啊 跟厚薄度 是比 他們自己那一顆小追的六 還要再大還要再厚 所以原則上來說 這一顆會更難刪卡鉗 我是覺得應該也是不用考慮到這一顆了啦 不然這一顆好像也是紙上 對 Nissan真的是很不錯耶 一堆東西都紙上 齁 原廠改裝真爽 對所以今天啊 我就會先把這一組卡鉗給它裝上去 反正就試試看嘛 反正因為不用錢 哈哈 不用錢真的太爽了 那等一下啊 我就會把這一顆卡鉗 稍微 清潔一下啦 因為我今天我沒有準備裡面的油封 跟外面的土封 但是我看它的土封狀況是都還不錯啦 所以我今天應該不會打算把油封跟土封換掉 總之我們等一下拆下來看看再評估啦 我是覺得 應該是不至於啦 因為 再怎麼說也是比我車上那顆還要好 因為油封這種東西啊 你 它沒肉油其實真的沒必要去換它 對 那總之我會先把我車上的卡鉗先把它拆下來 然後來 跟這一顆好好的對比一下 讓你們看清楚一點 好嗎 對那剛好在改煞車嘛 所以就剛好接這個機會 再跟大家講一下 煞車這種東西啊 真的不是你火塞越大顆 火塞越多 就越好 你改煞車 就一定要搭配整個車子的重量嘛 跟整個 你改裝的幅度 跟改裝的動力 下去配 因為假如說你如果煞車改過頭的話 而且這是很容易發生的事情 就還比說我SER 如果裝到S14那一組 Brembo卡鉗 就對四那一組 因為它是大火塞 F510吧 那 煞車平衡就一定會跑掉 因為那一組的 煞車力道 對這台車來說絕對都是太大 那煞車力道太大啊 就會讓你的整台車變得很難開 然後像我們有時候在做庚子或什麼的啊 你根本就沒辦法做 因為你煞車一點 你整台車就快停下來了 你怎麼做庚子 對不對 那我現在已經把我車上的卡鉗拆下來了 然後 這一顆 AD18V 就是我SER的嘛 對不對 拉太快 然後 這樣你撞到我臉上 然後這一顆22V 就是那個Sentra 180 就我今天要換上去哪一顆啦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這兩顆的活塞 哎呦哎呦哎呦 這兩顆活塞 有沒有就差很多了 讓我看哪一顆比較大顆 你的鼻孔 這顆啦 哈哈哈哈 那個打了他 他還打了他 啊我的意思 來先量給大家看 這一顆 SER原廠的是46V 然後這一顆 53V 對是53V 所以這一顆真的足足大了 一公分 哦 我不知道原本差那麼多耶 真的差蠻多的 這個煞車改下去應該 力道會有所增強 而且再來就是啊 你看像我原廠這一顆 它的這個土風都已經 哇 已經爛得不成人形了 像破成這種樣子就真的要換了 然後像這一顆 這顆上面也就還好 而且都還有 它都還有彈性 等一下到時候把它洗一洗 這樣就都可以繼續用 對啊不過等一下啦 我還是會 把這顆活摘把它推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裡面的情況 到底怎麼樣吧 雖然說我這樣看是還好啦 沒有什麼太多秀 然後這一顆嘛 等一下也稍微退出來一點好了 就也順便檢查一下囉 對然後還有再來就是煞車皮 這個是SER它的煞車皮 然後這個就是180 我怎麼總是記不得是什麼車的 對然後有人說180的煞車皮有大一點 不過確實真的真的就是一點點 有沒有它大概就是把這一腳補起來了吧 今天真的超熱的 我才採個卡鉗而已 結果已經滿神大汗了 汗珠 不要拍那個 那個很 讓人家很反胃 痘痘 還有一個大痘痘 有嗎哪裡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油風 哇 真的都已經裂開了 而且其實狀況很差 然後裡面 做洞的話我推測它應該還算正常啦 當然是沒有那麼滑順啦 但是裡面這邊也都是生鏽了 真的也算是一個該換的時機啦 總之今天就是把它換下來唄 很誇張啊 你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的嗎 他叫我把前面活塞 你可不可以 好啦 好啦 不要生氣啦 快說對不起喔 開個修車工的小玩笑嘛 對啊 那這一個就是那個活塞啦 它其實狀況都還不錯啦 就是外面這邊稍微有一點點 反正就是渣渣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反正等一下我就要把另外一顆換上去了 這顆就是推出來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滿足大家一下的好奇心 不是 你是想滿足下午的好奇心吧 沒有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這一切都是抹黑 欸什麼 快啊 你幫我拍個東西 這樣 三小 三小 拿 給我 這是我完成不了的事情 什麼什麼 這件事情太高難度了 是 羞恥相關 不是啦 我把活塞弄出來 為什麼活塞弄出來他不能拍 那你幫我從這邊拍 要近一點 好 正經 對他這一顆就是我要裝去那顆卡鉗的了 然後你看這顆狀況比這顆明顯就好很多 感覺得出來吧 欸我還沒整理喔 這顆就很明顯就是放了一段時間了有沒有 他就一直卡在這個位置 所以他這邊才會有那麼多的渣渣 基本上等一下這顆我就會直接裝上去了 這樣就更明顯了吧 這顆真的大滿多的 有吧 眼睛還好吧 看得出來吧 你才有眼睛有問題 阿文 活塞的男人 你剛剛下一句是什麼 不要隨便開黃腔 你剛剛下一句是什麼 你剛剛下一句是什麼 活塞好玩 問問他嗎 活塞好不好玩 活塞運動好玩 你想講的是這個吧 怎麼做是誰 你們兩個喔 怎麼啦 對 那我們洗卡前 一樣交給我們的王牌清潔劑 酸鋼 然後很多人都問我說酸鋼到底是去哪裡買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裡買 但是我在露天上面吧 或蝦皮好像有看到有人在賣 那這一罐會那麼強 最主要是因為是小豬啦 就我那個坐汽車美容那個小豬 他是直接拿酸鋼的圓液給我 所以這個濃度是非常非常濃的 你看這個其實都是有點勾 而且這個濃到就是有時候如果你不戴手套 手去碰到那個會痛 所以要買到這種濃度的 我真的不太知道有什麼零售的管道啦 對 總之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應該可以去試試看 買露天或者是蝦皮上面哪一種 就試試看吧 對 我能幫大家的只能幫到這了 好看 那這個就是洗完座的樣子啦 吼吼吼吼吼 超乾淨 我就說用酸鋼洗完後 真的很療癒 這個就是它原本的樣子啊 然後這些紅漆是酸鋼洗不掉的 所以我是用鋼翅輪啊 然後慢慢慢慢的把它除掉 雖然說沒有除的到很乾淨啦 不過這樣子其實我是覺得就已經讓人很可以接受了 真的是差超多的 爽 好那現在就是把這個也洗一下 然後碟盤也洗一下吧 反正都順便洗 然後再來就是瘤骨頭也把它洗一洗 然後到時候就可以直接把它裝上去了 YA 對那你因為深船它那個碟盤是286碟盤 那對SEI來說完全就是加大碟有沒有 這個是我要裝上車的 然後這個是SEI原廠的 就差很進去了 所以啊 我的這一個煞車擋板 也因此要做修改啦 因為如果上去的話它根本就合不進去嘛 這個是for原廠的規格 那現在我們就要用一個非常經典也傳統的做法 就是把它這邊用火爛打把它切開 切開之後把它遮出去 這樣子它就再也不會被這個限制住了 不然我原本是想要把這一片給它拆掉 但是要拆這一片的話其實說真的我覺得挺麻煩的啦 所以今天就先用這樣的做法 來讓我的碟盤上去 我們剛剛發現深船這一顆 我們剛剛發現深船這一顆 它是浴龍做的 然後SEI這一顆 它是你上做的 所以我現在完全就是進口的 然後換國產 改成國產的好屌喔 退步的改法 好屌喔 而且我覺得品質看起來 是真的有差耶 就是那個模具的那個精密度吧 這個看起來就不知道為什麼比較精緻耶 你這個是偏見 是嗎 你這個是偏見 有人把我的CR01幹走了 Yaris裝什麼CR01啊 而且是15吋的耶 喔你這個很難抓耶 喔對了這是他新買的Yaris 欸等一下啦 快點快點快點 刮到了看 哪有 咦 行不行啊 哈哈哈哈 不能鎖了 CIR01配原創的呂軒螺絲 真的是一種耻辱 不能鎖啦 做了 做好了 放下來放下來啊 走開啦 OK 但是這個車高真的是有點北辣 哈哈哈哈 而且 幹好爆喔 這已經不是幾指了 這個是 1.5個拳頭 喔沒有一個拳頭 一個拳頭 兩根指頭 欸哪有很爆我覺得很切啊 所以我應該要裝這個尺寸是不是 你幾擠八擠喔 八擠啊 Z36 自己處理一下啊 有點太出來了啦 OK 但我覺得Yaris配CR0有點怪怪的 Yaris車型太新有緣 沒關係 沒有要跟你講 你放心 然後現在換 17吋的SSR 好怪喔 會嗎 有一點點怪 我是覺得你車子降下來之後 17吋會OK 放下來真的嗎 不是我是說那個啦 你說車高是不是 對車高 不是說你現在的那個 蠻好看的 但是我覺得太薄了 所以現在17吋一票 現在兩票了 沒有我大概算半票 你算半票 換了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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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 Oli上面還是NS2啊 哇 熱龍胎 直接開始配 現在換 拉力神框 拉力神框 你這個車高配 拉力好像很適合欸 對啊 我覺得好像有點糟糕 喔 完蛋了 要收了O 喔 完蛋了O 我覺得這組有點OK欸 我覺得很可愛 很帥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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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超級可以啊 很帥欸 完蛋了 你再貼個GR的貼紙 就可以參加導告阿西了 對啊 我有GR的貼紙 欸我覺得很OK欸 對啊蠻酷的欸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有三組框嘛 一組是CR01 然後一組是17吋的SSR 然後再來是15吋的OZ Racing 大家可以放3M1 對出點意見 而且 OZ Racing 紅色的字 跟紅色的鋁圈螺絲 剛好很match欸 真的不錯欸 不愧是拉力神框 哇賽 那我一邊的卡鉗 我已經把它裝好了 非常完美 然後也沒遇到什麼狀況 但是 就在我開始要準備另外一邊的卡鉗的時候 我只能說還好啦 還有一個檢查 因為另外一邊的卡鉗 跟這邊的狀況就差很多 像這個是它的土風 看這個橡皮老化的痕跡 這個一定都放很久了 所以這顆卡鉗很有可能是 前車主有花錢整理過啦 不過 也還ok啦 因為這顆的裡面 跟活塞啊 都還算是蠻健康的 對anyway 總之今天 就先把一邊裝好 那另外一邊可能就要等這個東西 把它換好再說 不然 這個土風上去啊 基本上它是完全沒有錯用的 可是土風應該不難買吧 不難買 不難買 這個應該看材料堂吧 不然這個應該不是太難啊 這個不是SER的 如果是SER的 我覺得應該就很難買 總之今天就先這樣子吧 是的各位 我回來啦 跟著我們的 擦車卡鉗修理包一起 那這個就是我這幾天買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的 擦車卡鉗的修理包 而且我真的蠻好奇的 為什麼玉龍卡鉗的修理包 外面會是全日文的包裝 Sirukid 而且它這個公司名稱 一聽就很台灣啊 應該是加封吧 加封國際 對 Anyway 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吧 對 像修理包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裡面有 呃 一對的 那裡面就是有一對的土風嘛 跟一對油風這樣子 耶 全新的 真爽 還好我是改341的 如果是SER的 原商卡鉗 我怕修理包可能真的找不到 然後還有這個滑動箱的防塵套 就是這一個 這隻的上面這一個 有沒有 對那現在計畫就有點改變了 另外一邊的卡鉗 我不是都已經裝好了嗎 但是既然有一組全新的油風啊 那我等一下就是會把 火塞的部分再把它卸下來 然後把新的油風給它裝上去 因為你也知道 反正都新了嘛 就給它一次換上去吧 耶 好啦 終於把我的 煞車 都搞定了 真的是 這次真的拖了有點久 終於 把Centra 341的卡鉗 跟286的碟盤 升級上車啦 嘖 這個外觀真的是 哈哈哈 你看 我C R01 被這組286的碟盤 塞的真的是滿滿的 嗯 怎麼感覺好像哪裡怪怪的 那在我們改完煞車之後啊 這台SER的進化思路 就 可能會稍微打住了 因為一來是我覺得 SER升級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了啦 我想用這個狀態 然後再去挑戰力寶一次 然後看看秒數碼 回來之後再做檢討 那有需要什麼 我們再往上改這樣 我覺得這樣做起來會比較有趣啦 也讓大家會知道說 改了什麼東西會對秒數提升 有幫助這樣 然後再來二來就是啊 因為我最近收到了一個消息 就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因為真的還不確定 在四月中的時候吧 大概十五十六十七還是十六十七十八 那個時候 總之在作末啦 會有一場摔尾賽 那地點啊 目前是定在台中的數一賽車場 那目前為止 我所收到的資訊 大概也就這樣子了 因為現在真的真的還沒有完全定案 那對 就像大家所想到的 如果這次真的有舉辦成功的話啦 那我 就是會開我的十四 去參賽啦 一來是 其實我從澳洲回來台灣之後啊 就一直很想要重返摔迴賽吧 因為在去澳洲之前 我本來就一直都有在比賽嘛 不過上次比的話 好像已經是七八年前的永安盃了吧 對 搬在永安漁港 而且那一次好像還不小心拿了亞軍吧 哈哈哈哈 對 anyway 雖然現在還不確定會辦嘛 但是我覺得 至少還是得讓車子做好準備 因為就像大家知道的 雖然說這台車的動力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蠻完美的啦 但是底盤的部分啊 其實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小小的不完美啦 就好比說我的大角度啊 跟我的避震器啊之類的嘛 對不對 那還有一點就是之前 幽默的志明哥 說我的當派可能太小太細嘛 那我可能也會剛好借這次的機會啊 來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把它做優化這樣子 然後剩下的當然就是一些菜前保養吧 比如說把油換一換啊 電速箱油啊 超油氣油啊 然後全車底盤的零件啊 螺絲啊 循循這樣子 所以啊 在今天這集之後啊 我就會重新把我的焦點 從SE啊 再移回我的S44上面了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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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再跟大家透露一點小道消息 在這次的摔迴賽啊 我自己有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大家可以猜猜看啊 幫你們猜一下 留言在下面讓我知道好嗎 對啊 那今天的影片啊 就先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是Pierce 我們下次見 掰 igt downs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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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